你好,这里是罗胖精选 那今天推荐给你的是 假行家文化参考这门课程的第二季 这是一门年度日更课程 作家假行家老师会成为你个人 派到文化艺术领域的大使 每天向你汇报思想文艺界的新鲜事 那今天推荐给你的一讲呢 假行家老师讲的是一本书 一本我在今年跨年演讲上推荐过的书 那就是赵廷阳老师的会词中国 这本书在我们得到APP上有电子书 知识城邦里的同学的讨论也很热烈 那为此呢 假行家老师专门在课程里面做了一个导读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你好,欢迎回到文化参考 我是假行家 罗老师今年的跨年演讲 推荐大家一起来读 哲学家赵廷阳的会词中国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 它的篇幅不长 七八万字 但是不见得好读 因为思想的密度和年度都很高 是在用哲学的思辨 在统筹着历史学 政治学 人类学等学科视角 判断有关人类文明走向的问题 还有一个不好读的原因是 赵廷阳在此之前 有过很长的连贯思考路径 我们看到的是新晋的一站 咱们在读这本书之前 可以先查找一下 它的问题意识起点 我发现 这来自于它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 不同的普世价值的分析 之后我们可以看一看 它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种历史叙事 然后我们再来了解 它在这本书之前的那个重要的天下体系 或者叫天下观的创建 之后我们就更能看清楚 这个中国漩涡的来龙去脉了 咱们先说赵廷阳的问题起点 西方普世价值和西方政治哲学里的结构性矛盾 他在一次讲演里说过 长期以来 我们在想政治哲学问题的时候 是在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框架去思考 几百年来 中国的知识 基本上也是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生产的 他有一天突然发现这是有问题的 西方政治哲学的立足点 是最小的政治单位 个人 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国家 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 它的绝对的主权和绝对的个人权利之间 形成了一个对应的关系 正是这个过程 造成了现代国际社会的问题 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 是怎么保持既有利益格局的平衡 力量平衡 然后才有和平 不平衡那什么约定都是假的 想要不打仗的话就得建立霸权体系 于是问题越积攒越多 所有的危险关系都在加剧 这个恶性循环的问题出在哪 他曾经专门分析和批判过西方普世价值的形成 这套价值体系有两个来源 最早的一个是古罗马的万民法 罗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地方以后 为了解决征服地的习惯法和罗马法律的矛盾 建立了通行的万民法 这就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普世观念 罗马人都是实用主义者 他们只制定游戏规则 并没有建立完整的价值观 这之后的另一个砝码 当然就是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 上帝是普世的最高的存在和最高价值所在 这套价值观就由此引发了 它直接形成了殖民主义作风 我征服了你 那你就必须得照我的规矩来 要么接受我的文化和信仰 要么就要被从这个世界上抹掉 现代西方文明 在这个普世价值之上 增加的内容是个人 而前提是你是一个基督教信徒 新教的宗教改革以后 只要拥有了信徒身份 那每一个人和上帝的距离就是等距的 个人概念最后完工于英国哲学家洛克 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如果自由没有落实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 那就仍然是空话 只有私有财产才能保障自由 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 这样个人的概念就完整了 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 在这套价值观之上建构的现代国家 边界问题当然是绝对的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其实这和中国古代文明是很不一样的 中华帝国的边陲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中间地带 因为他有一套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念 今天虽然全世界都在谈论国际社会 但是赵天阳不认为这个世界真的存在 西方世界是在以小于世界的政治单位冒充国际组织 因为西方政治理论里并没有关于世界的层次 我们看他描述的这个过程 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他形容着西方文明的排他性 一直在削弱和损毁其他的文明 而世界应该是一个更大的社会 赵天阳认为 中国的普世价值可能是唯一的世界理论 而这套价值来自古人的天下一家概念 他需要在历史里讲述 也需要在历史里发现 那我们就来说第二件事 赵天阳的哲学思考和中国历史的关系 理解存在问题有两种基本的途径 一种是直接研究存在本身 这种思考方式是很有力量的 就像张卜天老师所说的 把自己当成宇宙中唯一的生命 直接去面对没有历史 超越时间而恒定的绝对存在 另一种哲学思考 是研究历史性的存在 承认存在本身没有意义 是历史在赋予时间意义 赋予存在意义 我想赵天阳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可以说是这两个方向的中间途径 他必须从历史出发 因为中国文化思想是以历史为本质的 但他对历史的运用又不是史学的方式 是从中开发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学 他称之为以历史性去理解存在与时间的存在论 他的思考是在历史里建构抽象的思想模式 不过他说自己不是建构一种天下观 而是发现了世界政治问题的最优的理性的解决方案 这个说法是挺自信的 说建构制度、体制、理论 类似于想象和硬生生的制造 是在靠着共识来推行 而他说自己是在发现 就说明了本来就是自然规律和必然的法则 也就是古人说的天经地义是大道 他的这个大道是什么 我们来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一下他的天下观 也总算是可以讲一点故事了 说的是周朝 周朝创制天下体系的理由是非常现实的 在殷商时代 周只是一个西北部的小邦 他是以劣势兵力翻盘 战胜了强大的中原霸主殷商 周虽然夺取了盟主地位 但是殷商的移民人数众多 四周又潜伏着彪悍的一族 天下人心未定 叛乱多发 这个时候周朝政权面临着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 该怎么以小至大 以一至重 发明一套政治制度 他不可能推行霸权模式 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发明出一套政治制度 靠着制度的吸引力 而不是靠着武力的威慑来维系统治 对于这套制度的框架 请容我抄一段 我自己解读历史作家刘伯老师的 失败者的春秋的稿子 周王朝在强盛时期 用天命 封建 松法和礼制 这四条纽带 将天下维系成了一个整体 理论上说是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但是周朝对天下的划分 是有严格等级的 他并不能完全控盘 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 叫电福 草电的电 制福的福 不管是经济实力 还是军事力量 都比任何一个诸侯国强大很多 天子所封建的各个诸侯国 围绕殿福的 叫做侯福 这是第二层区域 可以认为是天子权力的代理区 侯福之外的第三层 是归顺天子的民族区域 叫做随福 随境的意思就是退让 不抵抗 再向外的第四层叫要福 要的意思就是约束 就是周朝对这里的蛮族 还有一个基本的约定 要福之外叫荒福 荒野的荒 字面的意思是 周天子放弃了 对这些野人的教化 你们爱咋咋地吧 荒福 蛮夷这些词 虽然是不好听 但是周朝的态度 还是宽松的 在这个天下体系里 并不要求你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就给了赵天阳启发 天下观想的 是如何设计一种 能够得到各国长期承认的合作制度 从而保证自身的权利 它是以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 或者共享利益 去担保自身的利益 是如何把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都组织到天下这个概念里 建立普遍和谐合作的秩序 这种秩序 对每个国家来说也不坏 加入进来的好处 要大于独自在外的好处 可以说 周朝的策略 无意间为世界贡献的一个思路 赵天阳有一个理性而理想的描述 天下无外 也就是天下是一个最大限度的政治世界 一切政治存在都在天下之内 天下政治优先于国家政治 世界秩序是国家存亡的条件 这就取消了外人和敌人的概念 没有人是不可接受的外人 没有一个国家 民族或者文化是不可化解的敌人 任何还没有加入天下体系的国家或者地区 都被邀请加入到这个天下秩序里来 只是在中国的历史上 这个天下体系只存在于周时代 从春秋的时候就开始衰落了 到了秦帝国就彻底衰亡了 郡县志出现 天下收缩成了中国 所以你去读赵天阳的 《天下的当代性》那本书的时候 翻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 中国是个故事 而天下是个理论 说到这儿 你再读《会死中国》 应该就容易进入了 这本书里提到的中国漩涡模式 指的是历史上的外围竞争势力 不断地向心卷入 单独看个体事件 好像是历史实施造成的偶然 但是它形成了持续不衰的演化 一直没有改变中国故事的深层结构 这就说明一定是有法则性的 方法论上的理由 这个漩涡模式的开放性 就是来自于天下观这个精神资源 这决定了中国文明 会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概念 会不断趋近于天下尺度 赵天阳说 由天下概念发展出来的中国朴实价值 和西方的朴实价值的区别是 它并不认为有一种价值是绝对正确的 而其他都是错误的 并且正确的就要去消灭错误的 相反 天下观相信 各种价值都有各自道理 事物如此不同 要让它们共同存在 这就需要建立一种 和谐兼容的普遍关系 中国的朴实价值 都是关于人的关系的 比如仁义和谐 而不是关于个人的 这和西方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至于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价值 这是西方自己的事情 现在中国要考虑的事 是怎么把自己的混合配方做好 做好自己的事 这远比批评西方更重要 从客观上来说 也就起到了榜样的效果 对于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的原则是 别人来学 我们就让学 但我们绝不强加于人 也不会上赶着去求谁来学 这就是所谓 离有来学而无网教 这个原则我看很好 期待你的不同感悟 我是贾行家 明天见 好 内容听完了 我是罗帕 贾行家老师的文化参考 这门课程的第二季正在更新 订阅这门课程 就可以享受贾行家老师 一整年的知识服务 他会把近期出现的好书 好电影 好展览 好演出 都搜罗起来 汇报给你 那你在我们得到APP的首页 搜索文化 这两个字就能看到 贾行家文化参考第二季的课程 推荐你现在就加入学习 每天给自己忙碌的生活 留下有趣的十分钟 好 罗胖精选 明天见